他说我在家又当爹又当妈 更爱我是吧 今天我们也说没有 我这次回忆 我养女更爱我 早上起来脸都没洗 我妈妈打电话 我妹妹接着我们就不再吃包子 哎 看这个包子好好吃啊 是那个萝卜 白萝卜的叶子 我妈妈炸了这个豆皮 还有豆芽 还有粉条 很想太好吃了 我十几年没有吃过 我妈妈做这样的包子了 香啊 就美国这个还好吃 妈妈这个委员跟你讲好来闹去 我妈妈说 想着要冲出去好了给你 我妈妈说 他晒了这个萝卜叶 都带进美国去 美国没有这种萝卜叶 我可喜欢吃这样的菜的包子 我妈妈又在那 弄饺子馅 等一会儿包饺子的 我妈妈说快要走了 咱得 多吃点好吃的 自己吃 把水浇吃 把水浇吃 把包子吃 爸你上哪儿到这儿猜过来 上碗转一圈 冷不冷啊 你看 我有吃一个 我刚刚吃完了 我有吃一个 吃一个吃一个 妈妈包着包子 真的好吃 老爷子天安可高兴 咱要去美国到几时了 爸 到几时了 到几时了 省10天了 咱们要省10天了 咱们早上6天都要到几时 6天都要到几时 早上6天 对啊 10天的飞机 我都吃4个钥匙 压恶 那7天都到几时了 7天8天都没事 你呢 台湾都也不行 你慢慢自己等等几时 给个2钥匙呗 你8天到了 一般几场检疫 提前三个小时 吃完饭了 然后等会出门 去店里 看看多快 这倒计时 10天了 马上又要回去了 那美国呢 两小一大 也等急了 我也想他三个了 但是没有办法呀 是吧 父母要去美国 得回来接我爸妈呀 这也是大事啊 对吧 看到宝宝妞那个样子啊 我也很伤心 昨天晚上又想宝宝妞 想半夜 睡不着 哎呀 其实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让她独立一下 让她感受一下 没有妈妈的日子 说不定一下就长大了 更有独立性啊 宝宝妞的性格本来就独立 那这样的情况呀 离开妈妈一个月 哎呀 锻炼她的小小的自立能力 还有短暂离开妈妈的日子 对不对 这也是一对孩子的一种成长 哎呀 雏鸟尊了一天要长大的 对 肥虎妈妈的 鸟巢 肥虎妈妈的坏抱 所以我没有觉得它是个坏事 想嘛 肯定想 对吧 妈妈想孩子还得想妈妈 这种短暂的离别 在生活中体验一下 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也给她历练一把 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 我是生活什么样子的 对吧 也历练了一天你姐夫 然后没有妻子在家 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是吧 你姐夫那天打电话 还说 我还要丢landry 就是要洗衣服 我还要给俩孩子做饭 就是周末嘛 然后呢 她说 那个 我还得 打扫卫生 我还得工作 她说 我在家又当爹又当妈 那姐夫那儿结婚是 三年呢 14年了 没有离开过你吧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然后我跟你说 这次我姐夫会更爱你 更爱我是吧 听见我们也说明 我这次我 我养女更爱我 我也觉得这样 你 你不看你 我心本 真正是甘不理解 甘都咋也来了 所以说是 这一个家庭 没有妻子也不行 没有丈夫也不行 所以说是 家庭就是 夫妻 共同创造的 知道吧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丈夫是妻子的命 妻子是丈夫的孕 所以家到一起 叫命运 知道吧 所以就是一个家庭 就离不开丈夫和妻子 你也没有说 又一个好奇子往三胆 是吧 然后呢 你看我们没多会说话 哎呀不说了 然后反正倒计时10天了 要回去了 我也很开心 我爸妈跟着我回美国了 该办的大事都办成了 好了朋友们 不聊了啊 然后我现在去店里看一看 今天正好有一个应聘的工作人员 然后去面试一下 好拜拜 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明天见 再见 再见